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,今天我将为大家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 这是一个关于爱、悔悟和成长的故事,发生在一个宁静的小村庄。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16岁的可爱女孩,她从小与奶奶一起学习草药知识,由奶奶照顾长大。 有一天,奶奶突然病倒,小梅焦急万分。 为了救助生病的奶奶,她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,差点走上不归路。 小梅在村里四处寻医问药,但毫无结果。 在绝望中,她遇到了一位高僧。 高僧告诉小梅城里有一间中医药铺拥有名贵药材,但价格昂贵。 为了救奶奶,小梅决定铤而走险,夜晚潜入药铺偷取那种名贵的药材。 然而,事情并没有如她预期那般顺利,小梅在药铺偷药时被药铺老板抓住。 药铺老板并没有报警,而是将她带去见一位名叫惠明长老的高僧。 在惠明长老的温言劝导下,小梅泪流满面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 惠明长老听后,陷入了沉思。 她让小梅跟随她一起回到寺庙,并承诺会为她的奶奶祈福。 在寺庙的日子里,小梅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的行为。 她渐渐明白,虽然她的初衷是好的,但所选择的方式是错误的。 惠明长老没有责备她,而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她,并教导她如何通过正当的方式帮助别人。 小梅深受感动,决定跟随惠明长老学习佛法,修身养性。 在小梅17岁那年,她的医术已经小有成就,能独立治疗一些常见的疾病。 她回到村庄,开了一家草药铺,免费为村民看病。 她用从惠明长老那里学到的佛法和医术,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,赢得了村民们的尊敬和爱戴。 几年后,小梅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中医师。 她不仅医术高明,还拥有一颗慈悲的心。 她不仅治疗身体的疾病,还用她的智慧和慈悲帮助人们解开心灵的困惑。 在她的努力下,村庄变得更加和谐,村民们也学会了用宽容和爱心对待身边的人。 小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成为了一位救人济世的中医。 她回到寺庙,看望惠明长老。 惠明长老笑着对她说, 每个人都会犯错,重要的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,变得更好。 你做到了,我为你感到骄傲。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,还有点击小铃铛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温馨感人的故事了。 我们下次再会。